而另一张票早已是洛阳纸柜 为了排人们天堂五月天的门票 宜兰就有人拿起椅子插队 没想到人火了其他乖乖排队的人 因为五月天在八月份将举行公益演唱会 特别开放了一千张的门票给宜兰相亲 明天才开卖的 但没想到呢 有人提走两天四十八小时就去排队了 甚至有八十几岁老妈爱孙新妾都帮孙子去排队 还有人拿起椅子站位 现场立刻爆发了 口角冲突 排队人龙长长一条杂志 i-pay电扇全出炉到底是在排什么 原来是五月天要来宜兰开创咯 昨天什么时候开始排 昨天我们这个早饭 然后现在我路去等就越来越多 真正排了两天 但是竟有人直接插队 买错为什么可以插队 插队过来之间 你现在就是在放椅子进来 为什么要插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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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椅子就想往里头钻 还有人干脆在椅子上写名字 还有这个写了纸条就说有人排了 这也让乖乖排队的人大呼不公平 后面的人真的很可怜 因为万一排了两天 然后没有位置 因为前面一直插队啊 所以今天有人坐吗 没有人来啊 没有人来啊 那你觉得这样公平啊 当然是不公平啊 当然不公平啊 我们会在每个椅子上去贴 就是不裁认的这个公告这样子 一月天8月8号在宜蘭有场公演唱会 为了回馈宜蘭姓名 主办单位特别在29号提供1000张门票 让姓名抢购 没想到两天前就陆续有人来排队 就连高龄80岁的阿嬷也来排 甚至还有人直接把移动器材带来玩 一月天魅力无法党只是乱插队 不仅坏了秩序也坏了公演演唱会的美意 TVBS新闻几样程度才会以来采访报告